法師菩薩 現場的法師菩薩 還有在網路上 收看直播的法師菩薩 大家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的法名是長遠 目前正在法谷山的青年院 做一些接引青年的工作 今天會來到法谷講堂 跟大家分享 是一位信仲教育院的法師 長閣法師 好像在暑假之前 就有打電話或者是發email 有邀請 那時候 一開始接受到邀請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 好像還不是很清楚自己 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那我思考了幾天 就想到說 可以分享《華嚴經》裡面的 一部分的內容 那我自己接觸《華嚴經》的音緣 接觸《華嚴經》的音緣 每一個人應該都有自己 接觸某一本經典的音緣 每一個人學佛之後 或者是說這個人生當中 自己第一部看的經典 通常自己應該是印象最深刻的 是不是 那我自己是接觸的是 第一本經典是《地藏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 大概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媽媽是學佛了 但是她有沒有看那本經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學佛的媽媽 就是會到寺院裡面拿很多經典 然後都往家裡的那個佛桌 還是桌子上面放 自己有沒有看不知道 但是擺在那邊可能可以避邪啊 或者是說擺在那邊就有佛菩薩 那種加持的感覺 但是可能不一定自己有看啊 那有一天我就是自己 看到這一本經典 隨手拿來翻一翻 高中的時候 那在這一本《地藏經》的前面 它收錄了一個《華顏經》的記子 這個記子大家應該都知道 叫《若人》 《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皆信 一切為心照 那其實那時候 他把它擺在這個《地藏經》的前面 那我後來才知道 它是出自《《華顏經》 《夜魔宮中記戰品》 《絕靈菩薩》所說 但是其實這個記子是很長的 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而已 但是它很有名對不對 它被我們佛教的課頌擺在哪裡 晚課的蒙山詩詩 所以這個記子又叫做《破地獄記》 《破地獄記》 傳說就是有這個 在三二道的眾生 《地獄道的眾生》 聽到有人唸這個記子 就怎麼樣 就能夠暫時免除在地獄所受的苦 所以這個記子是滿有名的 可是那時候我應該也不知道它是出自於《華顏經》 我還以為它可能就是跟《地獄經》是一起的 這就是最早的一個因緣 也可以說最早就看到《華顏經》這段經文的一個因緣 就在高中的時候 但不知道諸位法師菩薩 你們自己接觸自己的第一部經典是什麼 現場的菩薩有什麼 除了《地獄經》 是《地獄經》 接觸《地獄經》 是你的第一本經典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有部分 那還有什麼 《普門品》 是《普門品》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還有呢 《奧密陀經》 《金剛經》 很多 還有什麼 有沒有特別一點的 還有什麼經 《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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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不好變《心經》 《心經》 《心經》 對 那再來 我後來 在學佛的路上 又聽到人家講了一句話 曾經聽過有人說 不讀華顏 怎麼樣 不知佛法或佛家的什麼 富貴 對 我有聽說過這句話 所以這句話 也在我的心中 也在我的心中 在學佛的路上也有聽過 可是那時候 我對這句話 並沒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 看到這句話 沒有什麼感覺 為什麼 你們猜 我們平常 我們平常學佛不是人家 叫人家少欲自主嗎 不是 不要貪嗎 然後什麼 樸素啊 然後不要 鋪張啊 浪費啊 不要很豪華的生活啊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讀了華顏之後 就知道佛法富貴 可是我那時候學佛 不是都教我們 就是少欲自主 盡量不要 不要讓自己覺得好像是一個 怎麼講 浪費的人 就是我們要 穿得很簡單 衣服不要買 鞋子穿到 什麼破掉 再補 衣服也是 就是 所以那時候我就對這句話 不是很能夠理解 就是為什麼佛法會有富貴 所以這個也是留在我的心中 可是後來我看了《華顏經》之後啊 真的耶 這句話是對的 因為它的富貴 除了有物質上的富貴以外 莊嚴富貴以外 還有指的是 我們心中 心裡面的那種 入室 對於入室 度化眾生的這種 積極的程度 還有大聖佛法的火波 多采多姿 多采多姿 所以它講的富貴就是說 我們 接引人家學佛 還有要弘揚佛法 我們要跟這個世間在一起 不能脫離世界 這樣明白嗎 比如說 我們每一年 我們的水路法會 我們那個壇場佈置的很怎麼樣 很莊嚴 其實莊嚴 你也可以說它就是富貴 只是我們那個富貴 所以不是用一般世俗的金錢來衡量的 但是它就是讓你覺得沒有那麼單調 是一種很奢獸 然後可以看得到顏色 顏色 還有看到它的裝飾 就是讓我們心裡面看到這些情景就會覺得很活潑 很內心不會好像都灰色的黑黑的 學佛就是 都不能講話很黑暗 然後都是 都是要很消極 所以 讀了華言經之後 真的是發現到佛法大富大貴 學佛的人一定是大富大貴 這個內心一定是大富大貴 所以這句話也沒有錯 再來是比較 確確實實去接觸到華言經的一個原因 大概是2012年 2012年 我們隨路法會結束之後 法師們都很忙 隨路法會忙完了 那我剛好就把握一個機會 就是 去登記那個 我們法師的那個精進共修 我們法師 每一年忙碌一些紅話的工作 我們都可以去登記什麼 登記生團 安排的一些精進共修的一些活動 那其中 有一類就是屬於 可以去住一個小木屋 小木屋 這個小木屋呢 就是一般我們說官房 但是我每次要去 我都不跟人家講我要閉關 因為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在住小木屋耶 因為才七天而已嘛 不是很長的時間 所以要去閉關好像 也不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都叫做進修啊 就是自己靜靜的一個人 在那邊修行 看要做什麼 那我那時候 2012年水路法會過後 就把握這個時間 那進去了七天耶 一個人住一間小木屋 那你要做什麼 又沒有人跟你講話 你可以講話 它沒有禁語 但是你講話沒有人會回答你 所以你是可以講話 問題是你不會跟自己講話 所以自然就不需要講話 那有人會送三餐來 送三餐也不需要見到面 他放著就走了 然後你拿了就進來 吃完就放回去 所以那七天就是跟自己在一起 那我們那時候想說 這個七天這麼長 進去裡面 一定要有個東西可以看嘛 又不能帶任何的電子產品進去 它有規定 所以只能帶書 那我就想說 前面有剛剛講的兩個因緣嘛 想說 那乾脆就 選讀一個八十華言金好了 這麼 這麼大部的經典八十卷 一天看十卷也要八天看完 所以七天一定看不完 所以一定 一定有足夠的時間可以 可以怎麼講 可以用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試試看 而且到那樣的環境之後 是幫助我們硬著頭皮 一定也把它唸完 為什麼 因為你無聊你要幹嘛 如果真的很無聊要做什麼 還是只能看 還是只能看這個經典 沒有別的事做 或打坐或拜託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還是可以看經典 所以我覺得 這個機會蠻好的 我利用了這樣的 每次這樣子的機會 也看了不少經典 那華言金是2012年的時候看的 看完之後 就覺得原來 自己還有很多是不足的地方 很多不足的地方 尤其在菩薩道的發心上面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我 大家有看過華言金的舉手 現場 全部喔 全部都有看完 80卷 華言 突然都放下了 好 40華言看過啦 可能有60華言 80華言 80華言 好像手就放下來了 如果有看過華言金 應該是每個人都看過 只要看到這三個字 就看過華言金 對 所以是只80華言 80卷你都有看完的 應該是很少 其實如果我沒有這樣的機會的話 我也不可能去看這部經典 真的 所以這也是非常感恩 但沒關係 你們沒看過嘛 那我告訴你們華言金 在講什麼就好了 對不對 直接把精華告訴你們就好 一句話而已 一言以蔽之 這個華言金整部80卷的經典 就是在講四個字 是什麼 就是發菩提心 你們看完了咧 這就是發菩提心 就是這四個字 可是 每一個人對於這四個字的理解 我覺得差別應該很大 對不對 菩提心是什麼 發菩提心是什麼 我可能想說 我有一個好的念頭 我要告訴別人 這就是發菩提心 有人可能認為這個就是 有人認為說 我要成佛 這才叫發菩提心 所以每一個人對於發菩提心 這四個字 可能理解不太一樣 所以華言金用了這麼長的 經文來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發菩提心 所以有看過還是比較好 不能說你只知道 這四個字就 就不看 它裡面就是在講 從各個角度 各個面向 各種 很神奇的遭遇 這後面我們會講 都會提到發菩提心 各種層次 它一般來說 菩提啊 菩提是什麼意思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 是什麼意思 絕 有絕的意思對不對 那絕 絕照的絕 絕物的絕 這個絕呢 它裡面包含著兩種 主要的內容 你說絕有很多絕啊 我覺察到什麼 我覺知到什麼 我覺悟到什麼 很多 可是這個絕 這個菩提 這個絕 最主要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屬於 空性的智慧 覺悟到空性的智慧 所以叫做空性智慧 的菩提 也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叫做 度眾的悲怨 度眾生的悲怨 所以這個絕 有這兩種 為什麼要有這兩種 很多人學佛之後 或者我們自己學佛之後 都會發現說 我要悟到什麼空 四大皆空 入空門 那空到後來就是什麼 就空了啦 就很消極 就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剛剛講到 前面講到 《華言經》是教我們 認識佛法的大富大貴 所以它一定不是只有講求 智慧的空 它一定還有講 度眾生的悲怨 所以《華言經》的這個菩提心 發菩提心 它比較著重在度眾生的悲怨 菩提上 不是 比較不是著重在空性的智慧 是悲怨心的 這就是大聖佛法它 非常讓我們有正面 有很積極 想要度眾生的心願 這個就是發菩提心 在《華言經》裡面 比較是取向於度眾生 幫助一切的眾生 的這個意思 那一般來講 比較重視空性的智慧 的菩提的經典有哪些 比如說金剛經 對不對 它就比較談空的部分比較多 這也是絕 那《法華經》呢 《法華經》是哪一種 也是比較是屬於度眾生悲怨 因為《法華經》也講 佛出世的因緣就是要什麼 令眾生 什麼 開示誤入佛之之間 要讓眾生成佛的 所以大聖經典呢 這種特色是很強的 告訴我們 要利他 所以在《法華經》當中 它用了很多的篇幅 描寫無數的 種類的菩薩心 就是說 菩薩是怎麼樣度眾生 菩薩是怎麼幫助眾生的 花了很多的篇幅描寫這個 這是幫助我們 在看這部經典的時候 提供我們 有一些榜樣 有時候我們自己 要幫助眾生 我們自己想不到 想不到 就是說 要怎麼幫助眾生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好像就是 平常 每天過日子 那你跟我說 我要去想怎麼利益眾生 我想不到 在這個《法華經》裡面 就有很多的舉例 所以就可以提供我們 做學習的榜樣 所以 回到剛剛前面講的 一切為心照 這個心是什麼心 從這裡 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心是什麼心 菩提心 一切為心照 為什麼心 菩提心 這菩提心在環境裡面 這個一切為心的菩提心 又是更趨向於 度眾生的悲怨心 所以整句下來 理想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若能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就是我們如果想要知道 三世一切的佛 他們是怎麼成就的 他們是怎麼成佛的 他們提悟到什麼 應該要觀察這整個法界 法界就是 我們的身心世界的一切 一切是什麼照 菩提心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心就很廣大 原來就是菩提心 成佛 一切三世的佛 所以呢 之前說不讀 華言不知佛法的富貴嘛 我把它改成什麼 我肯切的覺得 不讀華言怎麼樣 不知菩薩悲心切 這是我很深的一個感受 看完華言經之後 很深的感受 如果是不讀華言經的話 我們不知道菩薩是如何 的悲怨心 他的心心念念是如何 他想幫助的眾生的身上 這樣的心量呢 我們即使是心量狹小的人 凡夫 我們看了 我們也會這樣 我們也會發菩提心 所以讀華言經還蠻重要的 悲怨心 這個悲 就是 拔一切眾生的苦 悲啊 詞是給眾生什麼 快樂 悲是什麼 拔眾生的苦 所以拔眾生的苦 就是菩薩的悲怨 我們遇到疾難的時候 驚恐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唸什麼 觀世音菩薩 對不對 對 所以為什麼 菩薩 沒事都讓我們這樣唸 因為他們有悲怨心啊 他們的悲怨心 我們唸他的名號 名稱 我們可能就跟他感應 那我們就可以安心 或者是化險為夷 這也是菩薩的願力 我們聖言師父也提到 如何成佛道 菩提心為先 何謂菩提心 立他為第一 所以大家看到 這裡是指立他為第一 所以師父講的菩提心為先 也是取向於什麼 度眾生的什麼 悲怨菩提心 過去 我們也看到 許多修行 自己的修行很好的人 或者說自己的修行程度不錯的人 可是 不知道怎麼樣去利益眾生 或者是說 在禪門之中 也有許多的祖師大德 祖師大德們 在明星見性之後 明星見性之後 怎麼樣 要開始怎麼樣 度眾生啊 有一個祖師大德是這樣講的 悟後 見性 悟後 不見人 就是 比如說 某某人開悟了 然後他現在開始 都不見任何的人 也不出來紅髮 就悟後不見人啊 不想要見人 不想要 想要離開人群 想要自己一個人 那叫做什麼 上好的醍醐 翻成毒藥 毒藥 就是好好的一鍋 可能是很好的食物 就被你糟蹋了 就是他吃下去可能都有毒 上好的醍醐 就變成毒藥 所以 一個人 修行再好 都要行菩薩道 行菩薩道 才能成佛 那修行不好可不可以行菩薩道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菩薩道呢 真的是很殊勝 真的是很殊 所以師父才說 何謂菩提心 立他為第一 有沒有說立己為第一 或者是開悟為第一 沒有 是立他為第一的 這就是菩薩的悲願 那我們來講一個故事 神文聖者 神文聖的一個聖者 大家是尊者 脫波的一個故事 神文聖者 有很多人說 這個阿羅漢 這個神文比丘 是小聖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大聖小聖 大聖就是說 他的心比較廣大 會度眾生 小聖的聖者 好像就是都只顧自己 不是這樣 只是說那個程度的差別而已 怎麼 我們自己是凡夫 我們現場大家都是 也都是凡夫嘛 我們都也在做自利利他的事 那何況是一個 神文的聖者阿羅漢 他怎麼可能沒有做 利益眾生的事 對不對 所以大家色尊者 也有他的悲心 有一次啊 脫波 古時候 這個佛陀時代啊 他們都是脫波嘛 那一般人脫波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現場的菩薩 或者是網路上聽的菩薩 如果是你 你脫波 如果你可以選擇的話 你會選擇有錢人的 還是選擇 沒有錢的 對象 我們講 講良心話 有錢嘛 對不對 你脫波就是要食物嘛 就是要吃的 如果我現在去找到一個沒有錢的人 我等一下就是沒飯吃啊 講良心的 大家一定是講 就是知道誰有錢 誰有好吃的 就去那裡脫波嘛 對啊 事實就是如此 那大家色呢 他通常脫波的時候 他往往選擇貧窮的人家 他的特色是這樣 他會避開那些 富貴人家 去選擇貧窮人家 那在王色城裡面 有一個貧窮的老婆婆 她沒有什麼依靠 沒有家人 她自己一個人 她無家可歸 流浪街頭 身上的衣服呢 只能夠遮蔽自己 怎麼樣 殘破的這個身躯啊 身上的衣服 沒有關係 我們悲心 悲心要刺激 沒有問題 這個貧窮的老婆婆 她流浪街頭嘛 然後她身上衣服是不像我們 現在穿的都可以遮蔽到我們的身體來 她不行 可能有些地方是破的 這個家設尊者 特別跑去跟這個老婆婆脫脫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起煩惱 我無法理解 人家都已經沒有東西了 你還給人家討物 人家就沒得吃了你 還去給人家脫脫 這不是很殘忍嗎 就好像我們去跟街友 我們去跟街友說 你身上有沒有吃的 你可不可以布施我一點吃的 我們如果是路人家以餅丁的話 我們看到她會怎麼樣 我們如果是路人家以餅丁 我們看到這個 有人去跟街友要吃的 我們在旁邊會覺得怎樣 蛤 就覺得這個應該是有問題 對不對 是這樣啊 大家設施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吧 可是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點起煩 那我從這一般人的想法想說 怎麼跟人家去拿這個吃的 就沒東西吃的 老婆婆就跟這個大家設說 你看起來很有修行喔 難道沒有人供養你嗎 你怎麼會像我脫脫呢 這個老婆婆就這樣想 然後老婆婆又覺得她 看起來這麼有修行 就很不好意思的說 如果我有東西可以給你的話 我一定給我一定給你 但是我已經一無所有了 我唯一剩下的就是旁邊 我這個破掉的碗 裡面裝著什麼 發臭的米汁 就是那個米啊 稀飯啊或者是飯 然後裡面有些湯水 它已經發臭了 我只剩下這個東西 那加設尊者就說沒有關係 如果呢你可以把你這個 剩下的這些米汁啊 分我一半 布施給我也可以 那時候我看到這裡我起了更大的煩惱 你不吃就 你可以不吃嘛 那人家一定要吃的嘛 那人家剩下這樣子的食物了 你還去跟人家拿一半 我以前就是這樣想啊 就怎麼還去跟人家拿一半 你不要吃你去別的地方脫脫就好了 怎麼還跟人家拿一半 然後加設就勸她不吃 結果這個老婆婆就真的把這個 發臭的米汁呢 倒一半給加設 加設就現場就把它喝掉 我那時候想說你是很餓嗎 我那時候想說加設尊者是很餓嗎 急著還沒有脫脫回去 什麼沒有回去什麼 寺院裡面就把它喝掉 所以那時候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自己的心裡面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疑惑 那我後來看了《華顏經》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加設尊者好慈悲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老婆婆她命中之後 她就升到天上去享福了 因為她曾經供養過一位阿羅漢 可是我們如果是路人甲 我們在旁邊看會覺得這個出家人 真是沒有慈悲心 還去跟街友拿她的一半的麵包來吃 人家都已經沒得吃了 所以這就是菩薩的悲心 加設菩薩知道 可能現在我減少她的一點食物 可是她如果供養一位出家人 或者是阿羅漢的話 她的福德 福報一定很大 她現身已經是貧窮了 從因果上來講佛教講 人會貧窮就是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沒有修布施 所以貧窮 所以加設尊者真的是很慈悲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大聖的菩薩行者的悲心 是什麼程度 來看一下 大聖行者的悲心 是婆羅門菩薩修這個忍入行 這個婆羅門的菩薩 其實就是世尊過去是行菩薩到時候的一個身份 過去是在印度 有一個國王叫做加羅富 加羅富國王 他生性非常的暴躁 然後自大 但是呢 因為這個國王還算很年輕 也是青壯年 所以他很單卓無欲的快樂 他每次出門就帶著很多的宮女 在他旁邊一起出去玩 那時候佛陀的過去式是一位婆羅門家的少年 青少年 他就在這個城外 自己在那邊打坐用功 他打坐的用功是為了度眾生 要想怎麼樣度眾生在那裡用功 精進自己的修行 那因為這些宮女跟國王一起出門玩 玩一玩玩一玩 但這個宮女看到有人在那邊用功 就很好奇 就想跑去跟這一個婆羅門青年 少年講話 所以呢 這個少年覺得太好了 有人來了 我可以跟他說法 斷他們的貪欲 所以他就跟他們講話了 就跟這些皇宮裡的宮女講話了 為了斷他們的貪欲 因為這些人也是貪著無欲的快樂 所以他就跟他們說法 後來這個國王看見 奇怪我怎麼少了幾個侍從 這個宮女 然後就看看看 怎麼我的這些宮女 跑去跟一個青年講話 他就心裡面起了一種不好的念頭 他就過去問他說 問這個婆羅門少年說 請問你已經得到阿羅漢果了嗎 就是你已經正果了嗎 這個青少年當然說 我沒有耶 然後他問他說 那你得到不還果了嗎 不還果就是 什麼果 阿那喊果 三果 一般人可能聽不懂什麼果 一果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這個就是指修行的人 他成聖人之後的四個階段 到阿羅漢果的時候是 是完全的得到解脫 那在初果 二果 三果 都還是有一些煩惱在 所以這個國王就特別問他說 你有沒有得阿羅漢 你有沒有得三果 他都說我沒有 他說那你竟然沒有得到這些聖人的果位 你心裡應該有煩惱吧 應該有貪欲吧 這個國王就問這個少年 你竟然有貪欲 你怎麼可以觀看我所帶來的這些宮女呢 你應該要修行才對呀 這個國王也是很嚴格 這個少年跟他說 大王你要知道 我今天雖然沒有斷貪欲 但是我內心實在沒有貪 就是我雖然沒有得到聖人的果位 可是我內心實在是沒有起任何的貪念 我只是想要幫助他們而已 這個國王說 你根本就是一個愚痴的人 這個世間哪有沒有斷貪欲的煩惱的人 而內心說自己沒有貪 而且你還是一個年輕人 我這些宮女每一個都是這麼美貌的 你竟然說你跟他們相處 是不會有貪欲的 我才不相信 這個少年跟大王說 他說我呢 是絕對沒有任何的貪念的 我即便沒有贞得聖果也不會有這些貪念 那大王就說 你不可以亂講話喔 你應該是一個修行慈戒的人 你要講實話 他說如果我有講謊話的話 我隨便你處置 這個大王就說好 那既然你持戒 我問你 什麼叫做戒 佛羅門少年說 忍就是戒 忍就是叫做戒 忍入就是戒 大王就說 好 你既然說忍就是戒 那我要把你的鼻子給割掉 把你的耳朵給割掉 你可以忍嗎 結果這個大王呢 就直接叫他的侍從 把這個少年的耳朵鼻子割掉 這時候這個少年 面不改色 那旁邊的隨行的人 都已經有點擔心害怕 想說這個人可以被 這樣子割掉鼻子 割掉耳朵 還可以沒有任何的痛苦 面不改色 這應該不是普通人 有點擔心 然後就跟這個大王說 他會不會是什麼 菩薩大士啊 就是那種很有修行的人 我們這樣做好像不太好 大王就說 我還要再試試看 只是這樣而已還不夠 就連他的手跟腳都把他砍斷 這個大王 就把婆羅門少年的手腳都砍斷 這個菩薩 這個少年 是世尊 就是佛陀過去是修菩薩道的 是佛陀 他過去在修菩薩道的 他因為修習 事無量心 慈悲喜捨 他真的 內心沒有任何的痛苦跟煩惱 即便被這樣對待 可是你知道嗎 天上的四大天王已經看不下去了 那個四天王已經看不下去 已經抓狂了 開始就從天上下了這個雨 這個雨不是水喔 是沙還有石頭 就打在這個大王的這個附近 那個大王就嚇到 才來跟這個婆羅門少年 懺悔 說我做錯了 那這個婆羅門少年說 我內心實在是沒有任何的 癱恩跟誠 即便你這樣對我 我也沒有對你生起任何的 生氣或煩惱 都沒有 這個大王說 還是說 我怎麼確定你沒有 那這個少年馬上發怨 說我發一個怨 如果我所說的話 完全沒有任何的 說謊 就是我內心完全沒有任何的 稱恨貪念的話 我的身體馬上就恢復原狀 結果這個少年一發怨之後 他的身體就恢復原狀 這就是過去 世尊在修菩薩道的時候 的故事 那我們現在想說 別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怎麼可能對他 怎麼樣 好 對 不要說 別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怎樣對他好 是說別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怎樣還可以對他不要不好 這樣就夠了 就你對我不好 然後我不要對你不好 這樣就夠了 我還不要講到我要對你好 這更難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菩薩 菩薩發了度眾生的心 才有辦法做得到 讓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在《華言經》裡面有一段經文 是講菩薩 摩赫薩 就大菩薩 是怎麼樣用十種觀造眾生 而生起大悲心的 這是前面的五種 菩薩 摩赫薩呢 會觀眾生 無依無護 起大悲 菩薩會觀眾生 什麼 性不條順 而起大悲 什麼叫做性不條順 就是脾氣不好 或者是脾氣太好 脾氣太好也不好 對不對 脾氣不好也不好 所以剛剛好最好 所以菩薩會看這個眾生 性 條順不條順 是強還弱 他如果應該要弱 他就要協助他弱 他如果應該要强 就要協助他弱 是這樣子可以起大悲心 他菩薩還可以觀察眾生 沒有任何的善根 福德 而起大悲 菩薩還觀察眾生 長夜睡眠 這個長夜睡眠 不是指睡覺 這個長夜睡眠是指 內心是黑暗的 內心充滿了煩惱 無明 而起大悲 然後觀察眾生 行不善法 而起大悲 我們想一想 無依無護 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我們看到一個人 沒有人照顧 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 可能要對他生起大悲心 就是說想要幫助他的心念 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好 那如果是 一個眾生性不條順 就是他脾氣很差 或是 是個爛好人 我們先講脾氣很差 如果有一個人脾氣很差 在你面前 你會因為看到他脾氣很差 而起大悲心嗎 很困難對不對 不要起嗔恨心就好了 我怎麼可能 哇我看到這個菩薩在生氣 我生起了悲怨心 怎麼可能 很難啊 非常困難 如果沒有真念是很困難 應該說 我看到這個菩薩在生氣 我趕快走掉 不要惹他 不然等一下才不會發生什麼衝突 應該不是 不會說看到他 升起大悲心 很難喔 然後 我們看到這個菩薩沒有善根 比如說他來到寺院 你怎麼教他 他就學不會 你教他拜佛 他教了好幾天也學不會 你教他念佛 他也不念 你教他念觀世音菩薩 說我不想念 我討厭 你教他吃素 吃一點青菜水果 他說我就是要吃肉 就是 他好像都沒有任何的善根 你想要怎麼幫助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這個善根 通常我們會怎麼樣 算了啦 插插一 隨便了 是不是 怎麼可能因為 哇這個人是這樣 我要升起大悲心 救他 應該很困難吧 那再來 我們看到這個菩薩常常起煩惱 常夜睡眠 就是在無命煩惱 黑暗之中 常常起煩惱 我們大概 也是不想跟他相處在一起 更不可能起大悲心 然後我們再看到菩薩 一般的眾生 在做什麼 行不善法 就是在做壞事啊 在做壞事 比如說這個菩薩在偷東西 這個菩薩在什麼 在什麼 占你便宜 這菩薩騙你 然後你會說 嗯 我要升起大悲心 真的很困難啊 是不是 但是這就是菩薩道啊 菩薩道是 反而看見眾生的煩惱 自己是什麼 是什麼 悲怨心是起來的 看到眾生是在煩惱之中 自己的悲怨心是起來的 非常困難吧 但是這就是菩薩 我們再看下五個 菩薩觀察眾生啊 在欲望之中喔 被欲望給綁住了 還升起大悲心 比如說 你們家的小孩 整天在打電動 上網或滑手機 或者是 這個 爸爸媽媽 也 怎麼講 喜歡 吃 吃好的 喝好的 住好的 用好的 那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這些眾生在無欲之中 享受沉淪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 也要升起大悲心 我要怎麼幫助他 不要再這樣繼續下去 可是我們平常說 我們要幫助他 其實是用什麼樣的心 是用規範別人的 我要求你 我規定你 懂嗎 就是 我要壓 壓制你 而不是 真的從內心覺得說 哇 他真的是 在這個欲望之中 他真的 不知道 應該 要遠離這些東西 讓自己的心 更清淨 我們如果是這樣 而起大悲心 那就是菩薩 那還有觀察眾生 在生死海中 就是生死輪迴啊 常常在生死輪迴當中 這我們大家看不到 我們平常一般人是 只看得到自己的生跟死 死可能 死可能也很難講 就是只可以看到自己 可是菩薩 他們是可以看到眾生 在生死輪迴當中浮沉 那起大悲心 還有觀察眾生 常因疾苦 就是生病啊 身體有痛苦啊 心裡也有疾病啊 現在的人身體 有很多的疾病 對不對 可能因為飲食 環境 還有什麼 情緒 也會影響身體 那還有一些是 精神上的疾病 那我們看到這些人 我們會起大悲心嗎 可以起得了大悲心嗎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行 但是菩薩一定可以 再來 觀察眾生無善法慾 跟剛剛一樣 就是他沒有什麼善根 不要說沒有善根 連想要動善念都沒有 就是這個人想要動善念的心都沒有 我們也可以因為這樣而起大悲心 再來 觀察眾生施諸佛法 這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自己學佛有沒有人起過退心的 有嗎 通常會遇到什麼事起退心 遇到什麼事 因為那個人家沒有幫我留便當 或者當義工的時候 怎麼最出眾的事情都叫我做 我就起退心 怎麼不是大家來這裡都學佛嗎 不是都菩薩嗎 怎麼好像我覺得我被 被特別的照顧 那我們出家的法師會不會起退心 也會啊 這個外行人看什麼 看什麼 看熱鬧 然後看人家出家 哇好像不錯 這是自己還沒出家前 看人家來出家好像不錯 法師都被人家恭敬 然後有供養 然後這個法師們都很親近啊 然後 我要出家了 進去 一看 怎麼樣 就是我沒有說看到什麼 你們反應還蠻大的 就是說原來法師也會起煩惱喔 喔 原來法師也有 每個人法師也有自己的這個盲點喔 原來也有喔 原來法師也會這個什麼 也會有習氣喔 都會有 那時候就覺得 唉 怎麼我在外面看的好像是人間淨土 我怎麼進來之後 都不覺得是人間淨土 尤其是剛出家的前幾年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這也會啊 也會啊 所以觀察眾生施諸佛法 是不是 本來你是來學佛的 你是來用功的 精進的 來這個什麼 弘揚佛法的 可是因為遇到了一些事情 就想要摸摸鼻子走掉了 那菩薩看到這樣的狀況也會起悲心 所以這是十種 菩薩觀察眾生的這種心念 其實呢 真的 《華人經》裡面像這樣子的段落 描述菩薩的內心世界的段落 很多 那因為我們是凡夫 是初發心菩薩 我們不知道那種大菩薩的心境 所以透過經典來 讓我們看到大菩薩的心 內心是怎麼樣想的 那會跟我們的思維模式很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人家說 敬諸者赤 敬末者黑 所以我們看《華人經》 就可以進去菩薩的內心世界 我們可以知道菩薩在想什麼 這些大菩薩在想什麼 觀世音菩薩這種等級的 大菩薩在想什麼 文殊菩薩在想什麼 普賢菩薩在想什麼 這種大菩薩他們內心是怎樣看待眾生的 我們就可以學習 就不得不死人發起菩提心 所以整個《華人經》呢 著重在菩薩道的悲怨心的描寫 盛過於如來佛果的描寫 就是他對於菩薩道的描寫 多過於什麼 成佛之後的境界的描寫 這樣明白嗎 成佛也很殊聖 我們一般成佛是最殊聖的 可是《華人經》它描寫菩薩的行 行為 度眾生的行為 是篇幅最多的 反而對於佛的境界比較少 所以真的是一部菩薩的經典 就是修行菩薩道很重要的經典 所以如果想要行菩薩道 想要未來也要跟這些大菩薩一樣 一定要看《華人經》 一定要看《華人經》 好 再來 第二個部分 閱讀這個大聖經典 我們閱讀大聖經典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心態 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 應該是精神層面 大於史實的研究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的重要 精神的意義 大於史實的研究 為什麼 大家知道佛典的結集是在佛滅後 佛涅槃之後 由他的弟子們集結的 佛頭的這個說法 集結成經典 那很多的研究佛學的學者 就會開始考證 哪些經典是佛說的 哪些經典是後人加進去的 是不是 那一這樣想 我們就開始問 欸 《華人經》是佛說的嗎 是真的嗎 佛真的有說過《華人經》嗎 如果學者跟你講說 這個從史實上沒有辦法證明是佛說的 佛在當時真的講了佛有《華人經》的話 那怎麼辦 這整部《華人經》這怎麼樣 就毀了嗎 就 這都是假的 那怎麼辦 所以在學習大聖佛法的時候 精神的意義 重於史實的研究 那有些人就說 我就是要知道啊 這如果不是佛說的 我幹嘛讀他 對不對 有些人就是很堅持嘛 我不是佛說的我幹嘛讀他 那我們看電影 電影是真的嗎 那你不要看啊 看連續劇 連續劇是真的嗎 我們看電視 電視上那些戲劇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是真的發生還是是演戲的 當然是演戲的 那我們說不要看了 因為都不是真的 是這樣嗎 好 那我們看不看小說故事 那些小說故事是真的嗎 金庸小說是真的嗎 那不要看了 所以有沒有很好玩 我們平常其實看了很多東西 你如果要說它是真實發生的 其實我們看的東西也不 大部分東西都不是真實發生的 廣告是真的嗎 哪一天啊 菩薩的轉寄一個email來說 這個廣告拍得好感人喔 我看了都痛哭流涕 就是眼淚都掉下來 那個是假的耶 你哭什麼 可是我感動啊 我有感動啊 眼淚是真的啊 劇情是假的 但是眼淚是真的啊 那還有這部影片可能會對我們帶來什麼 啟發 是不是 所以從這一個層面來看 你看大聖經典 一定要一個字一個字去跟他說 這不可能 哪有可能會天上飛 哪有可能人會從 在天上飛來飛去 然後那個天上下來的花還 還怎麼是下雨 不是下雨是下花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考證 這都是假的 那你就看不下去了 學不到東西了 所以從經典當中 我們學習到什麼 是比較重要的 對不對 我再舉一個例 比如說你們自己的這一生當中 可能有發生一些跟別人相處的故事 生命故事 請問你每次自己講出來會不會一樣 你會不會給他加油添醋 或者是你這次加了一點東西 上次沒有 下一次又忘了家 會不會這樣 講自己的故事喔 不要講別人的 講自己的都會對不對 那你在說謊啊 那你在說謊 你講你自己的故事都講 講的不一樣 每次講都不一樣 那到底哪一個是真的 所以重點是 故事讓我們學到什麼 大家知道嗎 等一下我們講兩個故事 讓大家來聽聽看 有沒有學到什麼 他是不是真的 你自己要 自己覺得 是不是真的 那不重要 重點是學到什麼 下一個是講西方的寓言故事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大部分應該都有聽過 叫金斧頭跟銀斧頭 有聽過嗎 就是呢 有一個砍柴的這個僑夫吧 他到森林裡面去砍柴 可是不小心把他的鐵做鐵做的斧頭 掉到這個湖裡面 那這個湖裡面就出現了 一個神啊 神仙啊 就拿了一把金斧頭啊 問他說 請問這個斧頭是你的嗎 然後這個僑夫啊 是一個老實人 說 這把金的斧頭不是我的 那後來這個仙人啊 又拿了一把銀做的斧頭 問他說 那這把銀製的斧頭是你的嗎 那個僑夫也是很老實說 這把銀製的斧頭也不是我的 然後最後就拿出了他原來的那把斧頭 他就說 對這就是我的 結果他得到了幾把斧頭 三把斧頭 真的是太划算 那他得到另外兩把金的跟銀的斧頭之後回去 這個鄰居大概也是砍柴的 不知道是不是砍柴的 反正看他帶了兩把斧頭回來了 他也帶著一個斧頭 去森林裡面砍柴 不知道他是故意把他的斧頭丟到水裡面呢 還是也是不小心 反正就是掉下去了 那這個仙人又跑出來了 就問他說 請問這把金色的斧頭是你的嗎 這把銀色的斧頭是你的嗎 他都說是 最後他帶了幾把斧頭回去 沒有斧頭 好 這個故事是真的嗎 是預言嗎 是故事嗎 不是真的故事嗎 如果有那個故事的話 我就知道那個湖在哪裡就好了 大家都去領金斧頭銀斧頭就好了 都不要工作了 不用上班了 可是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做人要怎樣 做人要誠實 還有有空要去砍柴 有空可以砍砍柴 搞不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所以這個是一個故事 可是他帶給我們的意義就是 人要知足 本來應該你的 你就應該是你的 不要貪 那我們不貪之後 如果有多的得到的怎麼樣 就算 就算你幸運 就算你幸運 然後你可能可以布施給別人 或者再跟人分享給別人 對不對 那你說 大家知道這個暗號之後 那難道原來的那個僑夫 每天就過去丟一把斧頭 然後再說 金的也不是我的 贏的也不是我的 然後又再多兩把回去了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故事 但是它帶給我們的意義很重要 還有這種是可以模仿的嗎 就是我假裝我好心 假裝我行菩薩道是可以模仿的嗎 自己內心最知道 對不對 我們常常抽什麼籤啊 買什麼彩券也是這樣 人家去哪一家買 它中了 我們也來買 看會不會中 平常大家都這樣想 也要去碰碰運氣 試試手氣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啊 這樣的事情 還有這樣的心境 也是可遇不可求 心境 自己內心的這種 無所求的狀態 那我們再來講一個 東方的語言 叫做賽翁絲馬 賽翁絲馬 下一句是什麼 燕之飛腹 但是有多少人能講 能精準地講得出來這個故事的內容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只聽過 賽翁絲馬燕之飛腹 我以前聽到人家這樣講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說 你們在講什麼 什麼叫做賽翁絲馬燕之飛腹 完全搞不清楚 因為如果只知道這八個字的話 不知道他的故事的話 是不能夠理解的 这个塞翁就是住在边塞地区的 就住在可能这个国家的边界 然后跟另外一个国家淋在一起 那因为来往这个边界的很多 大家又知道他这个人住在边界上 所以就叫他塞翁 就一个老人 有一天塞翁的马 一匹马 不知道为什么走丢了 没有回家 然后这些亲友呢 隔壁的邻居亲友 就是觉得好可惜 你们知道像游牧民族 马对他们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财产 没有马你就不能够做事情 也不能够移动 很难移动位置 也不能够去生活上的便利就不够 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财产 就像我们现在的没有车子 或者是你根本除了车 就是说没有大众交通工具以外 你还没有车子 那你就只能用走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财产 所以走丢了之后 他的亲友就为他感到可惜 但是这个塞翁说 丢了嘛 看起来当然是一种损失 但是谁知道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呢 他就是这样讲 也就是这个人的深信是乐观的 深信是乐观的 没过多久 这一只马真的跑回来了 跑回来之后 还多带了一匹马回来 而且他跑掉的那只马是老马 带回来这匹马是什么 年轻的马 就是壮 俊马 哇 那这些亲朋好友 纷纷表示感谢 跟他表示什么 道贺 恭喜 哇 你又得到一匹马了 真好真好 这个塞翁就说 我多了得到了一匹骏马 当然是有收获 但是谁知道 有没有可能是坏事 对不对 一般人都想 那应该是好事嘛 那怎么可能是坏事 那塞翁就是这样 他的心是还蛮怎么样 蛮像一个修行人的 好的不喜欢 坏的不讨厌 那结果 因为多了这匹马 他的儿子很开心 每天骑着这匹马 在草原上奔跑 结果在 怎么样 马背上摔下来 断了一条腿 变成一个残障人士 残疾的人士 他的儿子 因为骑着这匹年轻的马 跑得快嘛 兜风嘛 结果就从马上摔下来 就断了一条腿 大家又来了 这些邻居又来了 真的是 真的是怎么讲 很伤心很惯惜啊 你的儿子这么年轻 脚就断了 结果塞翁又说 谁知道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件好事 结果 过了不久 这个国家 准备打仗 这跟邻国打起来 所以边塞地区 最需要年轻人去当兵 结果他的邻居的小孩 都跑去当兵了 十之八九都死在战场上 就是因为他的小孩 残疾脚断掉 不用去当兵 所以他怎么负责量 就可以避过这一场战火 所以这叫做 赛翁师马 言之非福 这故事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假设有可能是真的 流传到现在 大概里面的内容 也变得很多了 所以它是不是真的 重不重要 但是我们从他 这个故事当中 学到什么人生态度 学到一种什么 正面 正面的态度 随时随地都是正面的态度 即便是眼前发生的是坏事 我们也没有那么的不舒服 即便是发生了好事 我们也没有什么 高兴到什么 乐极什么 真悲 对 所以 看故事 然后我们在想说 这两个故事都不是真的 所以 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这样吗 不是 所以同样的意义回来 读大圣经典 我们也是抱持了这样的态度 华言经呢 它是为菩萨 所专门说的圆满教法 就是在想菩萨的境界 那我们在想说 这部经里面讲的东西 刚刚谈论到 是不是事实 对不对 其实是不是事实 我们凡夫是根本没办法断定的 明白吗 就是我们从这个世间凡夫的角度来看 可能会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事实 可是如果从佛菩萨的境界来看 有可能是事实 因为华言经是为菩萨说的 为发菩提心的菩萨所说的法 所以我很多里面形容的境界 是菩萨的境界 是佛的境界 那我们如何用我们凡夫的智慧 去揣测它是否是真的假的呢 最近在网路上 有一个影片 很好玩 就是有一个人养猫 然后他就拿着雷射笔 给那个猫咪照 照在那个地上 猫咪看到就拼命要去抓 那个雷射笔的那个光 怎么抓都抓不到 就是他要抓的时候光就移走 要抓的时候又移走 或者是抓到之后又在手上 他又另外一只手 再去抓自己的手 就是那个光点在他的手上 他又用另外一只手 去抓自己的手 这个猫咪 他永远抓不到 那请问这个猫咪 最后会发现说 原来是那个雷射笔的光 会吗 你觉得那个猫咪会发现吗 不会 那我们有可能 对于佛菩萨来讲 我们就像那只猫咪一样 我们是想不懂的 想不懂菩萨跟佛的境界的 是不可思议的 就像那只猫咪 想不懂人 竟然拿着一个雷射笔 在那边照照照 其实我们旁边的人都知道 但是那只猫咪不知道 拼了劳命追着这个光跑 他怎么样也不可能去想到 源头是在这个手电筒 那我们也一样啊 佛菩萨是 一般来说是肉眼看得到吗 或不要说佛菩萨 天人 阿修罗 地狱的众生 看得到吗 看不到 我们连那些天人都看不到了 眼睛肉眼都看不到了 所以是不是事实 只能用世间的学问来判断 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相 就是我们人肉眼所见 感官科学的东西 但是它不见得是事实 也不见得是真相 他只能说我目前发现到的 现象是这样 所以要说他 这些大圣经典是不是假的 也很难断定 也不应该随便断定 为什么呢 因为华严经是 佛成道之后 在菩提树下 是没有马上度众生的 他在享受 沉浸在他的什么 法喜之中 悟道的法喜之中 听说又继续做了好久 几个礼拜 那华严经就是在 佛成道之后 在菩提树下 继续禅定 在三昧之中 而为菩萨 诸天 阿修罗 这些 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 所说的法 所以 如果说佛在禅定之中 为众生说法 我们眼睛看得到吗 对啊 那眼睛看不到 就是 就不是事实吗 对不对 不见得嘛 眼睛看不到 是不是就不是事实 比如说你妈妈现在 或你阿嬷 在现在在家里 看电视连续剧 比如说 那你眼睛看不到她 你在这里听课 那她在做那件事 不是事实吗 是啊 只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也 没办法断定 因为 在祖师大德来讲 他们 这个 研读经典来讲 佛最初先说的 圆满教法 就是华严经 也就是佛还没有开始 对外 红化 对众生 这世间的众生 红化的时候 他说的就是华严经 就是替菩萨说的 就从这一点来讲 我们再来谈谈 华严经的流传 就是华严经 是怎么流传至今的 还有它的翻译的问题 这个 这一些基本的知识 在我们 在这个第一堂课 都把它讲完之后 我们后面就可以 专注在 所谓的 寻访善知识的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部分 因为这前面 是一些基本的知识 我们有需要一些了解 还有建立起一些信心 在华严经的流传 跟翻译来说 有一位和尚 叫富安和尚 他写了一个叫 华严经 轮贯 他记载的 是龙树菩萨 入龙宫 而取得 华严经的 听起来又很传说了 入了龙宫 龙宫在哪里 科学也研究不出来 那龙树菩萨 怎么去龙宫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 进入禅定之后 去龙宫的呢 还是真的 跟葡萄太郎一样 骑着乌龟去龙宫的 不知道 但是知道 华严经被发现 是因为 佛灭 就是佛元寂的六百年后 龙树菩萨 因为他把这世间的经典 都看完了 龙树菩萨 是一个大菩萨 在佛教里面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把这世间的经典 全部都看完了 就是能够收集得到的书 他都看完了 就是超级天才 然后他后来 就想说 龙宫里面应该有 更多的经典 所以他就进去龙宫 看到华严经 那看到华严经呢 吓了一跳 上本 华严经有分 上中下三本 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 围尘数计 围尘数品 品喔 一品 里面大概几千个字 我们不要讲什么 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就讲这个地球就好了 不要讲这个地球好了 我们就讲 台湾好了 台湾所有的围尘 围尘 就是灰尘 多不多 不要讲台湾 我们这一间教室的围尘 就是灰尘 可以计算吗 计算得出来吗 计算不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子 如果说 找到一个围尘 就是一瓶 一瓶里面就几千个字 那这间教室就已经 这样算起来 就已经有多少字 是无法计算的字数 那这个华严经的上本 就有十三千大千世界 围尘数计 围尘数品 就是这整个宇宙 全部化为围尘的话 一点围尘就有一瓶 几千个字的话 那这样你算得出来 是多少字吗 即便是龙树菩萨 也记不住吧 对不对 好 那中本就少一点了 四十九万八千八百计 一千两百品 就是如果说一品 是两三千字 你就乘乘看 大家字数大概是多少 也是大概应该是要 几千万字 上几亿字都有可能 这也记不住 太多了 所以就有个下本 下本有十万记 四十八品 所以呢 龙树菩萨只记得下本 依他的智慧 他可以记得住十万记 我们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红 叫Lucy 人脑一般只用到多少 百分之几 百分之一吗 是五啊 五吧 是不是 那那个影片中的主角 他透过一些药物啊 一些药物的部分 能发挥到百分之百 那听说好像还可以改变时空 还可以让时光倒流 或者是直接让物品移动 最近这部电影很红 对不对 如果是这个Lucy 应该可以记得住十万记吧 人脑派挥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十万记应该也记得住 对不对 龙树菩萨也是这么厉害 十万记就记住了 就回来了 所以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就是八十卷经三十九品 其实又变少了 就是后来流传到现在 只剩下三十九品 也就是还四十八品减三十九品 所以还有几品 还有九品 遗失了 所以现在留下来 我们可以眼睛看得到的 华颜经 是只有三种中意的版本 是叫做六十卷 八十卷跟四十卷 就是六十华颜 八十华颜 跟四十华颜 那我们再来看 华颜经的彼此之间的关系 有一张图 看这张图 大家就会很清楚 这张图里面 有看到下本十万记吗 在中间 有没有最大的圆圈 就是下本十万记 这是子龙树菩萨记住的范围 现在再来看 东径的时候 比唐朝早一点 有发现六十华颜 然后在唐朝的时候 开始先发现八十华颜 因为六十华颜 在东径时代的时候 被发现它是不足的 就是阅读的人发现 他在看它的时候 发现里面 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 又把它补到八十卷 所以八十华颜就包含了六十华颜的内容 这样明白 但是八十华颜 也不等于下本的十万记 对不对 这样子看就很清楚 再来唐朝后来又 有一个叫做四十华颜 四十华颜 我们看它们的交接处 不管是八十华颜 六十华颜 四十华颜 它们的交接处 都有入法戒品 就是入法戒品 就是指三才同志五十三餐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有多重要 就是它在不同的版本里面 都有它的内容 所以就知道三才同志五十三餐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知道 如果从这个世间的学者来研究的话 这个佛教的经典 不管是哪一部经典 尤其是越大部的经典 篇幅越长的经典 它都有可能有一个现象 就是它一开始 有可能是由好几部经典 结集起来变成一本大的经典 也就是 其实它们本来不是同一本书 就是说 现在把三本小说 印成在同一本里面 但是这三本小说 描述的内容跟剧情 大概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是同类型的 我们用这样的想 就会比较清楚 就是佛教的经典里面 很多很大的篇幅 都是因为有不同的经典 集结在一起 比如说大宝鸡经 不是合的那个鸡经 宝物的宝 累积的鸡 经典的经 大宝鸡经 它这一部经呢 以前我不知道 它有一百二十卷 我想说 哇又有一部 这么大的经典可以看的 可以看一百二十卷 就一番看到原来里面 都是有好多小的经典 集结起来的 就叫大宝鸡 就是好多宝好多宝 累积一起来一起 然后全部合成一本 大的一百二十卷 叫大宝鸡 这样明白吗 这是基本常识 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华严经 也有可能不是 一人一时一地的著作 但是取其精神意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前面要先告诉大家 研读大圣经典 千万不要落入于 看它是不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们也判断不出来 所以我们是学习 但是重要的是 他们里面都有 善财同质 五十三餐 这就是我们到时候 会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呢 要来让大家看清楚 八十华严的架构 八十华严的架构 八十的华严 它简称 你就记四个字 叫做七处九会 这就是它架构了 也就是分成七个地点 佛分成七个地点说法 然后总共聚会九次 七处九会 次数在最左边 第一次到第九次 说法的地点 就是讲课的地点 普光明殿占了三次 所以加另外的地点 总共是七个地点 那这个眷数 有没有看到 每一个地方讲的眷数 品数 品数 眷数不一样 那说法的内容 因为是讲给菩萨听的 所以他会讲到 实性 实柱 实行 实会向 实地 就是菩萨道的整个过程 位阶 也有人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成是一个修行人 从出发心到成佛当中 我要怎么修 一个一个阶 一个一个次地这样阶来修 比如说我先修实性 实性里面有十个部分 修好了再修实柱 再修实行 然后实地 就是进度到菩萨的境界 出地菩萨到实地菩萨 然后最后又提到 等绝妙诀 就是即将成佛的时候 那时候的法门又是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 华严经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再看最后面 说法的用意 前面第一次讲 是为众生开发性门 性为什么 道元 功德母 张仰 一切 诸善根 我们学习任何一样东西 一定要先有信 这个信 可以说是信心 也可以说有信任 像我以前呢 曾经有 出家前 曾经很想要学吉他 感觉上这个大学的时候 学吉他呢 就可以怎么样 认识很多女生 弹吉他嘛 女生就很喜欢听吉他 然后我们就弹弹弹弹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学了吉他 不到几天之后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手很痛 因为每一个学吉他的人 知道他的手会按到有减 我受不了那个 每次按那个弦 然后我的手不知道 是不是天生怪怪的 有些点我就是按不到 看别人按得那么轻松 自己拼命按都按不到 然后过几天 整个手就长快要 就是那种发红啊 发痛啊 这就是什么 没有信心 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再来就是 我不相信我练得起来 就是我觉得这怎么可能 对我来讲太难了 我不要练了 所以做学习任何一件东西 前面一开始都要先 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还要相信你 你所学的东西 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一步的 会带你到 从不会到会 倒可以教别人 我们学任何东西 是不是都这样 对不对 但我后来发现 我的专场就是学佛 所以学佛或者可能修行 可能是 我会比较有信心一点 如果要再去学 什么烹饪啊 做菜啊 做点心啊 这个菩萨最会的 这是菩萨们都是 各种法门 这门最会 那我们法师或出家人 我们就是学 跟禅修佛学相关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法门 都不一样 那再来大部分的篇章 是为众生开发解门 就是我相信了 我也有信心了 我学一样东西 可是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开始理解 一个一个步骤的理解 理解我是怎么样 从这个点 可以再学到更好 可以再学到更好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学佛的时候 法师就跟你讲说 要多做好事啊 当义工啊 赔福啊 然后赔福了一二十年 就是没有进入解门 是不是 就是没有听基础的佛法啊 是圣地八真道十二因缘 三法印 一问之下 我只知道我每天来搬这个 然后从这里搬到那里 我不知道什么是基础的佛法 所以解门很重要 解 解义嘛 才能够进入佛法的 智慧的大海 好那听完了佛法 要怎么样 行动嘛 有很多人就是 我就是固定都来听课 我们要去修行 不行啦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那块料啦 我就听课就好了 叫我去打坐 叫我去用功 不要啦 法师不要啦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也看到我们体系啊 法古山的菩萨们 接触我们一二十年 可是没有去参加过禅棋耶 没有打过禅棋 不是 可能连初级禅询班都没有 或者是禅一禅二 就是类似行门 就是去用功的部分 就是把我们所理解的东西 变成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这个行门 没有 比如说 我认识几位插花老师啊 常常都来到场插花 插花 真的是插花啊 不是那个插花 是那个插花 是哪个插花 你们自己想 说是来插花 真的是插花 说是来到场插花 也真的是来插花 就是一个是插实际的花 一个是修行上的插花 插了十几年的话 有没有打过禅修 有没有念佛 有没有参加佛期 什么法会 都没有 真的是到场的 修行上的插花 但是是到场真的有在插花 这就是行门 行门 就是除了有信心 理解以外 开始行动 这很重要 行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证悟 大家都想要证悟 但是都不想要行动 最好是从天上掉下来 一个悟 打到你的头上 就悟了 所以我们看到 散采同子 五十三三竟然在哪里 在为众生什么 开发证门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 要先讲前面的 什么六十卷 我们直接跳到 他已经要证门了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为什么要先 给大家有一些概念 因为散采同子 五十三竟然是 他直接去证悟 就是跟这个菩萨学了 他就证悟了 再跟下一个菩萨学 他又证悟他的法门了 也就是他已经准备好 他的性解形 他都已经做好功课了 接下来只是要证 所以散采同子 五十三三非常的重要 那也因为 散采同子去参访的 都是一些大菩萨 所以到时候 如果我们再讲 他去参访的到这些菩萨 然后跟这些菩萨 有什么互动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吓一跳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 哇 这个太夸张了 因为我们前面 为众生开发性门 解门可能都没有 我们就直接跳到 第二阶就跳过行门 直接到正门 不是后门 是正门 这个正门就是证悟 正入这个法门 然后再来我提示一个东西给你们 从说法的地点上 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地方 菩提场是佛悟道的地方 就是菩提处下 开始讲 可是接下来的什么 普光明殿 刀立天 夜魔天 兜率天 谈话天 又是普光明殿 这些全部都在天上 不在人间 地点都不在人间 所以他有转换地点 可是最后那个士多灵 就是散采同子五三 这个士多灵在人间 所以要成佛要在哪里 在人间 是不是很有意思 回到人间来 才能够正 才能够真的正悟无上的佛道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看《华严经》的时候 前面那个菩提场 第一次讲的六品十一卷 我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因为他的内容很繁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类似古典小说 就是红 比如说《红楼梦》 就是他 《红楼梦》里面 是不是有个什么 刘姥姥有什么 大观园 对不对 这个很有名 是不是对于那个 人物的描写 很繁琐 连他怎么笑的都要怎么讲 都要描写出来 连他手拿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 都要讲 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 《华严经》的开头 十一卷 都是在讲 佛菩萨 的名号 还有佛菩萨是放什么光 还有佛菩萨有什么功德 护法龙天有多少在现场 然后他这些宫殿 华丽的宫殿是怎么 那个柱子 还有点什么香 什么花 全面十一卷 全部都是在讲这些 好像在看建筑百科这样 就是这个柱子 这个廊道 这个楼阁有几层 放什么光 什么颜色 一种光里面又有哪几种光 所以前面十一卷 真的是让我很想要快快翻页 又十一卷又很长 对不对 那这个 为什么 这一段时间的说法 用意叫做开发性能 这样能理解吗 我刚刚不是说 我以前很想要学吉他吗 然后学一学觉得怎样 没有信心 手很痛 我也怕吃苦 就不想学了 所以前面如果这十一卷 我熬不过去 后面也不用看了 是不是 前面这十一卷 这么繁琐 那个古典小说是这样 对用大幅的篇章 描写一个人的发型 头发什么颜色 然后长到哪里 尾巴是卷的还翘的 他头发是粗糙的还细的 然后他的眉毛 角度是怎么弯的 眼神 眼神是什么 眼神是什么 秋水还是什么 然后嘴唇的形状是什么 胡子的形状又是什么 脸上的皱纹有几条 衣服穿什么 然后肢体轮廓 知识 种种数不尽的细节 是不是 有些小作是 一开始就先这样描写 对不对 他就是 你看不下去那里 你下面就 看不到更好的东西 所以我也感觉到 如果我不是关在那里 清天 我可能就落跑了 就是那个十一卷还没看完 我就不看了 那后来呢 我发现到一件事情 是这十一卷写错了吗 就是根本就不应该有这十一卷吗 是这样吗 是吗 我举一个例 你们都知道 以前我们大家一开始学佛 看经典的时候 谁不会打他签的 你跟我讲 谁看经典是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经典有味 然后你会 打他签的 不会的 不可能 其实很奇怪 为什么以前一开始看经典的时候呢 想要看的时候 就一直拼命打他签 是经典有问题吗 那为什么后来我们看习惯了 看入门了 想看 想要熏习 想要用功了 就不会了 因为我们觉得无聊 觉得不知道 好处在哪里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也觉得很无聊 所以会打他签 所以前面那十一卷 真的 可以让我反观到 我们平常 其实我们的心 是一种很急躁的 就是没有一个 不安定的 想一想也觉得很奇怪 照理说我要在里面待七天 头一两天要开始看了 平常很忙 对不对 平常法师们 然后菩萨们 大家都在 很忙 都在工作岗位上 很忙 平常是想要悠闲 对不对 是不是 平常想说 我如果有一杯咖啡的时间 多好 或一杯茶的时间多好 不要这么忙 可是奇怪 怎么进到那个 现在都不需要你忙的时候 心里在忙 是茫然的忙 也是忙碌的 因为抓不到东西 所以就会觉得说 好想要快快了事 赶快翻过去 奇怪 有时间的时候 反而想要快快翻 那忙的时候 反而想要悠闲 不觉得我们人 就是很矛盾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发现到 原来现在不需要 快快了事 这个环境是需要让我 慢慢地沉淀的 我竟然想要快快了事 所以我们平常心里面 都是功利取向 功利主义 就是我要多少数字 我要多少业绩 我要多少修行 我打坐几分钟 然后我要达到什么程度 对 就是我们内心自然在学活 就有这种功利的取向 慢慢慢慢沉淀一下 因为我在那个环境 不得不沉淀 不沉淀也会沉淀 因为你出不去 没有人跟你讲话 一定是沉淀下来 结果我后来发现 这跟我们禅修的时候的 五条很像 调身 调饮食 调睡眠 调息 还有调心 最后调心 那前面要先调身 调饮食 调睡眠 调呼吸 那结果滑岩镜 就有这个功能 前面十一卷 就是在调你的什么 调你的心 因为调身是另外的功课 我们自己要做 可是我一直说 我们那个浮躁的心 它前面就是要先让我们 慢慢慢慢可以进入到 后来的 输胜的这些法医 所以前面那十一卷 就是在调那种浮躁的心 慢慢调细 所以我觉得安排得很有道理 确实是很有道理 想起来也是不可思议 那整个华言经 我阅读完之后 刚刚讲发菩提心 是四个字重要的字 可是这个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讲简单的四个重点 就是华言经给我的印象深刻的 共有四个部分 一个叫做华言经的世界观 华言经的世界观 第二个叫做 菩萨修行的种种的法门 第三个部分叫 普会两百问普贤 这个等一下再讲 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 散财同子五十三餐 第五个部分就是 我们可以多认识 普贤菩萨的法门 那华言经的世界观 是什么样的世界观 什么样的世界观 四个字叫 从从无尽 从从无尽 我们在生活中 什么东西 什么地方可以看到 从从无尽 在电梯里面 如果那个电梯里面 有两块镜子 就可以看到 从从无尽的你 是不是 进到电梯的时候 如果有两面镜子 你站在中间 一看 哇 看不到底 一看 也看不到底 就是从从无尽 花言经的世界观 就是在讲 从从无尽的世界 那什么叫 从从无尽的世界 就是物质与心的力量 的互相影响 我举例 比如说 我们在路边 等公车 看到一个人 主动地在 捡一个地上的 人家喝完的饮料的空罐子 丢到垃圾桶里面 整个过程你都看到了 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 觉得哇 这个人好有善念哦 赞叹他 内心会赞叹他 请问我们 有没有受到影响 有 所以 是不是 从物质的显现 到心灵的状态 都是互相影响的 那这个互相影响 有多维系呢 比如说 我看到他这样做 下次我再看到一个罐子 我也这样做 可能有路人甲 也看到 所以这样 你这样想起来 他上一个人这样捡 他是不是有受到 别人的影响 他家里是不是 肯定有教他 老师是不是肯定有教他 所以我们就是 生活在一个 重重无尽 身与心 物质与精神 互相不断地在 影响的一个世界里 这就是华言经的世界观 对于这个世界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影响别人行菩萨道 当别人行菩萨道的时候 影响我们怎么样 行菩萨道 这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叫做一己一切 一切吉一 这也是华言的 一个人 发出善念 一切的众生 都被影响 就看你这个善念多大 所以就是一己一切 一切人 发出善念 也不离开 每一个人各体的 发出善念 就叫一切吉一 所以一吉一切 一切也是一 这就是华言经的世界观 所以发菩提心 有 太重要了 因为你的发菩提心 可以影响到 有形无形的 一切众生 那我们在受菩萨界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什么 菩萨界会不会退失 菩萨界会不会失去 一受什么 永受 一受永受 一旦受了菩萨界 就永远都有菩萨界 当然 你到了下一辈子 再来投胎的时候 可能你没有意念到 你过去是受菩萨界 所以你在受 可是其实那个戒体 是不失的 不会失去的 那在第二个部分 菩萨修行的法门 从凡夫位 到成佛的果位 一一的华元经都介绍了 刚刚讲了 实信实助实慧相 实地 但是尤语 在描写实地等觉妙觉的部分 特别精彩 如果有机会 你们可以自己看 第三个部分就是 普会两百问菩萨 不是普会拿着两百块 去问普贤菩萨 是普会菩萨 问了普贤菩萨 两百个问题 一口气问了两百个问题 没有换气 没有换气地 问了两百个问题 得得得得得得 要问下去 所问的内容 亦大亦小 亦粗亦细 就是所有一切 学佛里面 可能种种遇到的问题 普贤菩萨 一一地回答 他回答有时候很精简 有时候比较详细 这也很精彩 菩萨跟菩萨 高手跟高手之间的 问答应该是 很精彩的吧 对不对 他们才问得出个 所以然 再来 第四个部分 因为文殊菩萨的指引 善才同志 踏上了寻求善知识的 寻访的之路 这期间的过程 还有遇到的人 事物 非常不可思议 前几年有一部电影 叫做少年 什么奇幻漂流 少年拍 是拍吗 的奇幻漂流 这我看过 因为几年前了 这个善才同志 五十三好像东方版的 就像是 少年善才的 奇幻云游 就有点像这样 遇到很多人失误 不可思议的境界 第五个部分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其实我以前 跟他不熟 我应该不认识他本人 但是我现在应该 比较知道 他的法门是什么 这个普贤菩萨 以前我跟他 连他讲的话 我都不清楚 是在讲什么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早晚课送里面 有好多都是普贤菩萨 对不对 就是那个十大愿王 对不对 还有那个什么 四生九友 那一段也是 还有什么 普贤菩萨什么 警仲记 结果都是普贤菩萨 还有八十八佛的内容 也全部都是普贤菩萨 我后来就发现 原来要认识普贤菩萨 要赶快去看花眼睛 他在后面 就是善财同志五十三三的后面 普贤菩萨的法门 所以呢 这部经典 这么多的好处 那我们来 简单的 利用剩下的时间 再来讲一下 今天 今天 不会讲到 善财少年的奇幻云游 还没讲到 下一堂课开始就会了 因为 第一堂课要先给大家打基础 那我们现在要讲 入法戒品 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入法戒品呢 就是 其实整个就是 善财同志五十三三的内容 他是 一开始是 佛呢 入了三昧 显神通 然后生文的比丘呢 看不到 佛的境界 就是看不到佛的这些神通境界 为什么 因为没有发菩提心 就是 生文的比丘 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发 要帮助别人的心愿 自立立他的心愿 所以他看不到佛显的神通 那 普贤 与文书菩萨 就在现场 就是也在那个与会的现场 他们赞叹了 佛的神通 三昧 神变之后 文书就带着部分的菩萨 先行 向佛告辞离开 往人间去游行 就是带着大批人马 往人间去 这时候 瑟利佛是佛陀的大弟子 他本来是看不到 这些景象的 但是佛故意要让他看到 所以只有他看到 只有瑟利佛看到文书菩萨 带着一群菩萨们 往 一个地方 叫做浮城 浮气的浮 城市的城 浮城东边的森林当中走去 这个瑟利佛就跟在后面 瑟利佛看到文书菩萨的相貌 非常的庄严 他不是向他们献出家像 是像你们在家人 穿得很富贵了 菩萨们都穿得 那个菩萨像师父都穿得 阴落宝珠都很富贵 这个瑟利佛就很赞叹 跟他随行的比丘 就是出家人赞叹说 哇 文书菩萨的相貌 真是庄严殊胜 那文书菩萨 那知道了之后 就跟这个瑟利佛 还有一起随行的比丘 跟他们说 你们应该要发菩提心了 就是你们现在应当要发起 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因为发起菩提心 能够使我们 很快速地进入佛的境界 能够很快成佛 浮城的人民 听到还有包含善财同志 听到了这些消息之后 听到了文书菩萨 跟这些比丘 开示的这些消息之后 风声传来 善财就跟着 同志就跟着 浮城的这些人民 浮城的市民 一起去到 浮城东边的林中 那个叫做社会国 奇数及孤独猿 就是跟他们一起聚会了 文书在场 有这么多的人 有出家人 有在家人都来了 文书这时候观察到善财 就是他发现一个人才 菩萨们是有他心通的 他也能够知道 也有宿命通的 能够知道在场的菩萨 谁过去至现在的修行 是怎么样 文书菩萨就看中了善财 同志 可是文书菩萨也是同志 你们知道吗 文书菩萨那时候也是同志 就是像小朋友一样大一点 可能像国中生那样子的 年纪而已 同志 文书同志 那善财也是同志 这个 文书看见善财之后 就观察他 为什么他叫 就是这个善财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 原来善财呢 他的名字是因为 他出生的时候 善财同志出生的时候 他的家里面突然呢 不知道从哪边突然 冒出一堆金银财宝 然后房里房外地上地下 就是都墙壁长出一棵钻石 然后什么地上突然跑出一堆黄金 就是屋顶上的梁子上面突然 有一块什么宝石 他就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叫做善财 是不是很神奇 对不对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我说不可能 这是假的 不要管他是不是真的 重点意思就是善财呢 他很有福报 好不好 那 他过去是除了有福报以外 文书无才也观察到他 他还供养过很多的佛 早就种了很多的善根 他在过去是也清净过很多 修学佛法的善知识 然后他的生与义 生口义 没有过失 清净无然 是一个道气 就是这个人才 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现在的人很多说 你真是善财同志 此善非彼善 不是生财很善的善 也不是善尽家财的善 善财同志是善良的善 对不对 善根的善 可是很多人都说 你真是善财同志 就是你真是败家 到处买东西 把钱都散光了 这种是错误的说法 所以善财同志 实际上是有善根 福德因缘的意思 善财同志 也想要成佛 也想行菩萨道 所以他向文殊菩萨问了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佛 文殊菩萨就开始指点他说 如果你想要成就一切的智慧 也就是要成佛的意思 你应当决定 决定 就是你要下这个决心 去求真正的善知识 向他们参访 所以善财同志 就是因为听了文殊菩萨这番话 开始踏上寻访善知识的道路 这样子就是一个开头 如果要听那些善知识 是长得什么样子 有什么境界 有什么法门 接下来的三堂课 就请大家 不用期待 把时间保留下来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阿味多巴 谢谢大家